對,有兩位,千尼 機槍暴動 機槍暴動是因為 以前我們飛的那個點 因為它是好幾個國家 組成的一個公司 就譬如說今天從A點起飛 明天從B點起飛 然後就是輪流起飛,每個國家都會起飛到 然後它有一次是因為 天氣不是很好,然後 我們是,應該是埃及吧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開羅 然後就是因為那一些人,他們已經 一直等一直等 就一直,就因為 好像一直等不到飛機吧,連等了三天 然後我們那一班機 剛好是近期裡面 到的第一班機 然後所以那些客人 就是,因為已經等了三天嘛 他們都很希望可以上,可是 之前的三天,載客量 都沒有啊,所以你一班機是載不走的 所以有一些人 就是可能票價比較高的 他就先被挑上去 然後剩下的,就是可能 有的家庭是要被拆散的 所以上機的時候就是 他們就不太開心啊 然後,後來好像有一對夫妻 他們是要被拆開的 所以他們就在機上吵 然後吵一吵,其他的人 也覺得說非常的不合理 然後就變成說,整架機 都暴動 就是他們就可能 就起來敲那個客艙啊 上面有行李櫃啊 然後摔行李啊 然後衝到那個駕駛 就是駕駛門前面 去敲門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離開 我們只能躲在廚房裡面 所以很好啊 就在等三天再飛吧 對啊,那就換一班吧 對啊 後面也有人來啊 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離開啊 因為我們好像 離開的時候 好像已經是四五個小時之後 是機場的那種 類似有點保安隊那種 就架長槍 來把我們護下去這樣子 所以那班飛機也沒飛 沒有飛 那班飛機沒飛 你看,活該啊 對啊 鬧什麼鬧,可以走了 對 誇張的就是 我遇過那個小孩子 就夜裡 就是玩機的裡面 他哭 然後我就看 他哭什麼 為什麼那麼大聲 然後我就看到 那個他站著在座位上 然後那個爸爸 就用手 這樣兜著 他就在爸爸的手上面 下料 這是一種特性 這是一種非形中的那個 一種人倫樂 對 然後我就 那他只要有個尿布吧 不知道 他沒有 服務你什麼的也沒有 手上有尿布,指巾嗎 沒有 就 那一定是往那個椅子上擦下去啦 對 然後我就 對,很噁心 然後我就拿那個毛毯給他 趕快 那個吸吸 然後我就 接著那個號碼 我以後也不要做那個 對,那個位置 我還要去過一次 就是因為 音樂人很喜歡喝酒嘛 然後他們過一次 就是降落的時候 他就吐在我的那個 Jump C上面 可是已經要降落 因為機長已經廣播了 然後我就最後就 大家很慌亂 然後就很忙 我就趕快把那個毛毯 蓋在上面 就坐著直接降落 我就坐在那個 嘔吐 上面 聽完了空姐辛苦的遭遇後 接著最勁爆的來啦 你有想過飛機毛毯 有沒有清洗過 或上廁所的水 來自哪裡啊 今天就讓這些空服員 來告訴我們吧 好,這個今天 藍藍的各位空姐 來到我們節目嘛 那我們這個 有一些在網路上面 大家對於這個飛機上面的一些疑惑 希望各位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些 只有空姐才知道的 對,這小秘密 首先第一個 飛機上的耳機都沒有清洗 就重複使用 真的嗎 那拳紮 都幾乎打差 但是藍藍 你勇敢的舉個圈 還有這個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趕 然後 它只能重新包起來 對,它只能重新再包起來 因為 有時候我們落地了以後 再起飛一個小時以內 客人會覺得說 客人不會想到這麼多 他只會想到我延遲了 對,那這個有時候 請不一定 全意之下 那千玲呢 真的都沒有清 不是沒有清 其實就是說 那個 很趕 然後你Loading上來的耳機 不夠 那就是會叫 勤務人員去換耳塞 那我 那個還好 因為我上飛去都睡覺 請問 那個毯子是不是都是洗過的 毯子 是的,請舉牽 也不一定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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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啊 我想是 頭等艙我蓋到有跳蚤 然後我就當場在美國就告 就告到還告到東西了 對 不是 如果他沒有洗過 萬一那個人是蓋腳 那我拿 我又不知道頭和尾 對,搞不好不蓋頭的 所以美人姐 我教你一個訣竅 對 要選那個有塑膠袋包起來 有的 因為沒有包起來 就是折一折又放上去 Cherry搖頭耶 Cherry搖頭 演出來戲嗎 亂講 就算包起來 我那個就是塑膠袋 拆開來的包產 蓋在上面 然後這樣啪啪啪啪 咬了一排的 所以是拿回去 重新包裝又拿出來 我覺得有的是 Cherry Cherry 就是航空公司看他的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錢 有時候 就是 拖的那個清潔公司 他們覺得 他們包的你不知道是誰嗎 他們就檢查一下 就乾淨的 就不洗就包了 所以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我錯了 請您自己戴毛毯 自己戴毛毯 有人自己戴毛毯 對啊 多自己戴毛毯 好 接下來請問一下 聽說 機上水龍頭的水的細菌 是比標準還要髒一百倍的 唉唷 有沒有可能 這個他們不提 舉牌啊 舉啊 說實話 打入是生喉嚨 Oh my gosh 對啊 Cherry 對啊 它那個 它那個水應該是 就是都是再利用的這樣子 再利用 應該不一樣吧 應該說放在儲存床裡面 不要放多久 對 就是因為不曉得放多久啊 就結果我們那時候洗手的時候 其實還蠻奢侈的 那拿礦泉水洗手 你們自己都不敢碰那個水龍頭的水 對 我們是拿礦泉水 我還拿來漱口 我還來刷牙耶 對啊 不好意思 我 我有問過人 就是 維修師 他們有說就是 廚房跟廁所的水 是同一個儲水槽 所以呢 就是用同一個水 但是就是那個水 我們自己本身 不太喝 對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客人是 拿水來跟我說 欸 你們這個水有怪味道什麼的 而且不是只發生一次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上飛機 你倒的水 我們是從廚房的那個水來的 生水嗎 他會濾水一下 不是開礦泉水 倒給我們的 那個是可以喝的 那是可以喝的 那是可以喝的水 不是 對 但是他自己都不喝啊 那些有過濾過的水 煎椒肉桂 我們會自己帶水 我們會自己帶水 到底可不可以啦 其實他是 他 那個 我也問過機帳 他們是在同一個水槽出來的 那個水槽就是 廁所也是那個水 然後機艙也是那個水 然後他們會定期去清那個水槽 那到底我可以用廁所的水漱口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對 他是飲用水 其實他上飛機的那個container裡面 他上的是飲用水 喔 這樣就了解 這樣就了解 可是因為他清理的時候 人是沒有辦法爬進去的 所以他其實是 有可能是用一些化學的東西倒進去